大家好,我是童言 家里有自己的护城河 住了就能赚钱的房子你有见过吗 我们先来看一个占地1800平方的大豪宅 然后业主是一个还不错 很会赚钱的开发商 他把自己家的小院子 把自己的度假别墅 做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风水局 进来的话有一个护城河 河里面有很多小鱼可以自己在家里就可以钓鱼 我进来的时候正好有泳池工人之家 庆里泳池他们家的泳池超级大的 然后整个的占地它应该有十几米 十几米的一个大小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榜子楼 他们这种庄园呢 开式庄园呢 是分几个主体的 然后主体的话里面是两个卧房 再加上餐厅啊厨房啊 然后和次卧保姆间是分开的 这边是一个工具房 然后这边的话算是一个客房 或者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保姆间 那整个小区整个小区的规划 可能就是六到七栋左右 那这一栋的话是占地最大的 那我们今天的话阳光不是特别好啊 阳光好的话会非常的漂亮 因为这个主人呢是一个开发商 所以他在这边养了很多的小狗狗 找了一个阿姨啊工作人员在里面帮忙收拾 房子非常大 然后周围的话有一个非常有特色 就是说它的周围呢是有一圈小河的 这个小河的话有自己的一个过滤系统 所以呢水质呢算是家里面有小河里面来说的话 算是比较清澈的 我们去看一下 这边的话是有一个BBQ的区域 然后可以在这边呢放一些火炉烤炉 可以爆炒在外面 正好有一些他现在没有在做室外的厨房 后面呢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工人房 所以它的占地啊整个这种环境 还有家里自己有河的话应该是独一份了 很少有家里有一条自己的护城河啊 然后主人客人还有工人是完全分盖的三个区域 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占地非常大 而且它的一个功能分区非常好 我觉得是它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优势 我刚才是看到有你看一个泡泡是有鱼的 所以其实真的是有鱼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钓鱼的话 就给你自己再加钓了 然后这个业主呢非常喜欢小动物 所以家里会养一些小猫小狗啊 你看他们在打架 好了不要打得乖乖哦 我们去看房子好不好 这边呢是有一个空出来的一个保姆间 它现在是在放杂物和一些宠物的东西 其实这完全就是一个 可以用于自己的那个就是工人的一个住的地方 然后它的淋浴间啊马桶啊都是都是比较齐全的 哦这边是有两间 后面还养了乌龟我的妈呀 天呐他们家怎么像宝藏一样 这是巴西龟吗 好吧 这是我想说的就是我被我被震惊到 我想说的就是说呢 这边是有两个保姆间是可以用的 两个套间 所以你两个工人可以住在这个区域 看了一圈有的没的 终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我们就是主人从进门的那里呢 我们先从进门开始拍吧 因为家里太大了 确实是不太好找啊 小河里面是有鱼的 我刚刚又看到一条鱼跳起来了 门口的话 这边是有自己的一个车库 这边车库是的话 可以标准的两辆车 然后从大门进来 先过一条我们的护城河 然后就到我们的主院子了 整个房子呢 它的面宽非常的宽 然后一进来的话 我们先看这个副主体吧 这个是两个就是客房 然后这边的话是有就是园子 院子里的一个洗手间 还有杂物间 那我们先看一下客房的装修怎么样 这是第一间客房 哇很舒服啊 满眼出去都是花花草草 还有一些小神兽啊 什么神像之类的 然后衣帽间 其实这个园业主算是一个 非常喜欢生活的了 你看我们进入这个房间 还有一只招财猫在等 好宝贝 两个客房是连通的 共用一个洗手间 OK那我们去扛 再往里走 进门的话确实是有 需要有什么 呃司机啊 或者是 嗯一些 比如说客人啊 他 突然拜访你家 所以 进门 在风水水上来讲的话 进门是做客房 也是非常不错的 主体的话 应该是 越靠礼 更旺财 更具财一些 那我们现在去逛我们的 今天的主角 主体哦 我们从客厅开始进 其实门口的话 这边的位置也是非常大的 那边是一个餐厅 其实你在外面烧烤 就后面不是有一个火炉嘛 火炉旁边有餐厅 然后可以在那边烧烤 其实就是你在那边钓完了鱼 鱼钓上来之后 直接上面烤 烤完在那边吃 就已经规划 帮你规划好了 从进门 就是我们的客厅进去 门口的话 还有一块休息的区域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 就比如说你去游玩泳 可以在这边喝喝东西 我们看一下房子的客厅 整个房子的话 外墙是有一点偏态式 里面是偏中式的一个设计 因为这个房东呢 是一个开发商 所以它的里面就是坐起来 非常像那种 我们开发商的样板间 但其实它自己是 实际是有居住的 上次来的话都没有这么干净 它今天刚刚把它收好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主卧的部分 主卧也是超大的 自己开发商呢 所以它建造的房子呢 是按照 大家都是会比较喜欢的方式 那起床呢 这边就可以直接下到 它的巴西龟那边 还有小河这边 可以立马钓鱼 我们看一下那些 那两只龟还在那边 开心的散步 后面的话 还有一个水房 那这是主卧 你看它主卧非常的大 包括衣帽间啊 什么都很大哦 然后是呢 我比较喜欢那种 海洋的蓝色风格 水晶吊灯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 这个叫什么来着 它的洗浴间呢 因为这个圆房东 他非常喜欢生活 我觉得他应该在这个 浴室的时间 会大得比他卧室时间还要长 因为很适合在这边泡澡啊 收拾啊 也是有两个 就是洗漱的地方 也是比较贴近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方式啊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抢水龙头这件事情 然后干湿分离也做的比较好 那浴室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柜子 这是我放一些那些 我们平时的化妆品啊 什么的 OK 那美中不足就是因为它这个 就是 马桶的部分 其实应该围起来哦 好 我们去看一下 主卧出来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客厅 那客厅后面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室内的中厨 然后整个房子里的空调啊 也是这种柜机哦 我觉得在泰国的话 其实很少有这种海尔的那种柜机 因为大家都是挂机 看一下他的厨房也是超大的 是那种美式风格 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美国加拿大都喜欢这种美式的一个中岛 然后围着一圈是那种木头的材质的一圈 然后这边呢是火炉 然后油烟机也是一个大品牌 OK 这些都是非常酷 然后这些底下的烤箱啊 还有一个超大的一个三开门的冰箱 OK 这个都很好 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碳密的地方 这是一个主卧 主卧完了之后呢 那边是有一个次卧的 OK 那我们走去次卧看一下 其实主体的话 它没有做非常多的房间 主体就是两个房间 这是第五个了吧 一二三四 第四个房间 第四个房间 这是一个次卧 次卧也是非常有泰式风格 很漂亮精致哦 你看它的挂件也好啊 这个床也好 都是不便宜的那种 就是自己真实会在里面居住的一个摆设 然后所以它的居住的那个环境啊 它的氛围啊 包括它的一些你看小装饰啊 都非常泰式的 只有自己家住的房子 就是只有真正住人的房子呢 它才会这样做的这么精致 那我们现在就逛完了 它们家里面呢 一共有四个卧室 然后整个占地呢 一共是1800平方 有自己的护城河 有自己的小花园 小河 可以种各种植物 也可以养各种西西谷古外小动物 不知道你喜欢这样的豪宅吗 然后整个巴提亚的话 可能也就只有这一个是在自己的护城河的大别墅了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套房子 欢迎你给我留言呢